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个新加坡上市公司的重大胜利 CSE环球CSE Global在美国液化天然气 LNG市场成功斩获三项大型电气化合同 总值超过了1.6亿新元 是不是相当震撼? 这个数字非常亮眼 但更重要的是合同背后的意义 这笔高价值合同 不仅为CSE环球自身的业绩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 更标志着新加坡的系统集成和高科技服务能力 在美国这个要求极高的能源 基础设施市场获得了深度认可 很多人可能觉得 能源项目是美国本土或欧洲巨头的天下 但为什么美国这个全球主要的LNG出口国 会将如此关键的电气化项目 交给一家新加坡公司来执行 新加坡企业为什么能再抢手如云 但美国市场拿下如此规模的订单 这背后隐藏着新加坡企业在全球 复杂工程领域的哪些核心竞争力 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解析 新加坡科技服务业是如何 成功撬动美国能源市场的 一起往下看 CSE环球之所以能赢得这次的北美大合同 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其高技术壁垒 和全球可信赖的系统集成能力 这份合同涉及的工作是电力分配中心 PDC的设计制造 以及为大型LNG设施集成复杂的电器 和控制系统及设备 这些都是对可靠性 稳定性和技术精度 要求极高的工程领域 LNG设施一旦出现电力或控制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客户的选择是对 CSE环球系统整合能力 和全球执行记录的最高认可 这证明了新加坡的工程和服务公司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专业性和可信赖度 这笔合同打破了地域和产业的界限 展示了新加坡企业在复杂 高附加值的能源基础设施系统集成领域 具备了全球顶尖的竞争力 这份新加坡制造的服务品牌 正在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一张王牌 这次合同的战略意义在于 其精准瞄准了美国LNG 市场日益增长的电气化需求 美国目前是全球主要的LNG出口国之一 而天然气在全球能源转型中 扮演着重要的过渡燃料角色 随着美国LNG产能的持续扩张 对其基础设施进行电气化和 现代化升级的需求也随之爆发 CSE环球的合同聚焦于电气化 正式参与提升美国LNG设施的效率 和可靠性的关键环节 这种战略眼光 让CSE环球成功抢占了 美国关键能源市场的份额 更重要的是通过赢得美国 大型能源项目客户的信任 CSE环球为未来在美国 乃至整个北美市场争取 更多高价值基础设施和 电气化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胜利是新加坡企业 对全球能源转型 趋势的敏锐洞察和战略布局的成功体现 它在正确的市场抓住了正确的升级需求 这笔1.6亿新元的高价值合同 对新加坡的资本市场和整体经济发展 也释放了积极信号 首先它凸显了新加坡上市公司 在海外营收多元化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通过获得稳定的国际订单 集团降低了对单一市场或单一行业的依赖 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其次这笔合同是对新加坡系统集成 工程设计和高科技服务业全球竞争力的有力证明 有助于提高国际投资者对新加坡 工业和科技服务板块的信心 最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将在2026年至2028年执行 将成为CSE环球整体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这份合同提供了清晰的中期增长前景 为投资者提供了长期持有信心的理由 是新加坡科技服务板块在全球经济 不确定性下的一个重要增长锚点 这是来自国际市场的订单 对本土企业和资本市场最直接最有力的肯定 新加坡CSE环球获得的美国电气化合同 是新加坡上市公司在全球高技术 高价值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这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成功 更是新加坡企业在复杂系统集成和电气化 服务领域的全球声誉得到巩固的体现 这份合同证明了新加坡工程和服务 已经成为全球复杂能源项目的可信赖品牌 通过参与美国LNG设施的现代化和电气化 新加坡企业成功地将自身的专业性 融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进程中 未来随着全球能源基础设施向更高效 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新加坡这种具备高技术 高可靠性系统集成能力的科技服务企业 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那么你认为这次成功签约会不会进一步带动 更多新加坡企业走向全球市场 如果还有类似的机会 你觉得CSE环球接下来应该重点专注在哪些领域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